《大紀元》獲得的中共內部文件顯示 中共對因公出國的人員都要求按規定無版寫保證書 其中一條保證是沒有參加過修煉法輪功 在辦理幹部因公出國證審材料說明中也要求 幹部出訪必須出具所在單位的證審材料 其中也包括出訪人員是否參加法輪功 這些內部文件表明 中共一直在外事領域對法輪功修煉者進行迫害 剝奪他們應有的權利 據陳用林介紹當年中共外交部條約法律師 曾經有一個法輪功練功點 但在1999年7月20日之後 練功點的人員都遭到迫害 也同樣受到公害 曾經駐斐記的大使叫陳景華 他以前的夫人就是裂法輪功的 後來有一年在春節的時候 被抓去洗腦班學習改造 那個春節就沒有能夠回家回春節 這個清華的那個夫人 後來這個也扁到這個 國家部的一個特殊館去工作 後來就不知道怎麼樣了 另外中共還要求出國人員簽署承諾書 前中共外交官陳用林表示 這個因為中共迫害這些出國人員 在海外遇到講真相的法輪功學員 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殘酷事實 一份海南省的因公出國培訓個人承諾書顯示 在2017年8月 海南公民赴新加坡參加培訓飲務前 須向海南省外國專家局寫下過人承諾書 簽署者要承諾 不在法輪功活動現場停留 圍觀 不與法輪功媒體接觸 不接受任何認識的採訪 不參與其組織的活動 不接 不信 不傳宣傳品 更不能接受不明不白的起訴書 但是當作中共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敵人了 這外交系統上也是被法輪功是當作敵人的最多的 特別是美國、阿德里亞、歐洲、歐洲主要國家的 中共之外的一個使團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 對法輪功的監控 限制這個法輪功的影響 所以散發了大量的散發了法輪功的材料 大陸維權律師程凱表示 中共迫害法輪功的這些做法都是違法的 沒有法律依據 簽署這些所謂的保證書、承諾書也都沒有法律效力 評論認為中共要求出國人員簽署承諾書顯示 中共迫害人民在海外了解到被封鎖的法輪功真相 也懼怕人民了解到 國際社會對中共譴責和對法輪功的正義支持 在1999年7月20日開始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 和中共發起了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 動用全部國家機器 宣傳抹黑法輪功 推行群體滅絕政策 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被關押、勞教、判刑、 無數家庭破裂、大批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致傷、致殘 甚至被活摘器官 但由於中共的掩蓋 很多大陸民眾對這些真相都不知情 而法輪功學員始終堅持真、善、忍的信仰 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抵制迫害 向西人講清真相 曝光中共殘酷迫害 在海外 法輪功學員創辦了網站、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 在各國的著名旅遊景點、中共市領館前、中國城等地 法輪功學員長期堅守 向來往的民眾派發法輪功真相資料 告訴民眾真相 同時 法輪功學員還舉辦遊行集會 展示法輪大法的美好 目前 法輪功已經在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洪傳 受到當地民眾和政府的歡迎和讚譽 法輪功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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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